为什么你在网上看了很多捏包子的视频 你总之捏不好 是你太笨还是说你的手法不行 其实都不是 主要原因是你的包子皮的延展性不行 比如这个是剂子 你看我这个剂子轻轻一干 它不会回说 然后我可以轻松的给它拉开 拉着手套膜 它也不会回说 这样的包子皮你捏的时候 它这个形状才更容易控制 那延展性叫什么呢 延展性也叫可塑性 包子皮可塑性好 这个形状你捏出来就会好看 我们捏一个看一下 两只手这样捏 大拇指在上面 食指在下面 我们是用食指的侧面来捏包子的 看一下 包子皮有延展性了 我们这个包子皮可以稍微给它弄厚一点 都没有关系 馅多放一点 我们在捏的过程中可以往上提 往上提着包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馅会跑出来 你是不是经常包包子的时候 捏到最后这个馅包不住 总是往外挤 那就是你的包子皮延展性不好 包子皮延展性不好 包子馅容易挤出来 形状包出来也不好看 你看我这个 包到最后 它属于一个内风口的状态 外边再捏一下 这样肉馅的汤汁还不会流出来 这个就是包子皮延展性好了 你才能包出好看的包子 包子皮延展性不好 你给随它的包不好 所以包子包的好看 手法重要 包子皮的延展性更重要 想要知道包子皮的延展性怎么做 看我下期视频